各位,上次教大家做了一个晶体耳室 今次我会教大家做这个环保的不使用电的抗石收音机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晶体耳室听到所有的相机的声音了 因为晶体耳室太小声了 我们暂时用这个PC的喇叭 它有抗音功能的喇叭 我给大家听 这个就是PC的喇叭 它有抗音功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抗石机 可以接收到 抗石机只需要拼两条线 一条就是地线 一条就是天线 自然没有一条线都会无声 这就是天线 我一拼回去 它就会有声 地线也是拼入水后 你要拼回去就会有声 但请大家注意 由于拼天线和地线 这些关于电的工程是有少少危险 所以小朋友千万不要试 一定要得到大人陪同才可以试 我们现在开始做这个晶体式收音机 这个就是我做的抗石三机 这个就是我做的抗石三机 那里面有一很少零件 外观就是这样的 然后把这个合起来 就变成一个抗石三机 只要把它接好接线 将耳塞拆进去 就会收到很多很漂亮的音乐 好,让我们现在 介绍一下大家的零件 如何做 这一幅就是线路图 我会介绍一下不同的零件 首先在天线的部分 我们在天线的家里 如果住得高的可以用一条很长的电线 类似这些电线就可以了 将它拉20码左右 这样就吊在空中 或者在窗口放在下面 但注意一定要用一个 100PF的电容来隔开 这个就是一个100PF的电容 上面写着是104的 这样的 这样的电容 就可以防止到有雷击 然后我们就 将另一条 叫地线搏进去 厕所或者厨房的水喉里面 搏进去有金属部分 就可以将它达到 地下的目的 就可以grinding 然后我们就要买一条 AM收音机用的线圈 这些线圈可能已经很难买到 如果买不到 我就可以用 一些旧的生肯机零件里面 这个线圈去做成 你住里面有很多条线 那线圈可能有两部分 另一部分 电阻是会小一点的 只要用电标计计一下 哪一条线的电阻是比较小一点 大约是两含左右 这里的电阻 然后另外一边 圈数会长一点 会多一点 电阻大约是5含左右 我们分了这个叫初级 这个叫次级 就可以用来搏进去其他零件 接着有一个可变电容器 这个是360PF的可变电容器 Variable Capacitor 就像这个 前面有一个按钮 只要安装好 它通常会有两片 一片中间 中间那一片 我们就会安装在下面的位置 然后上面那一片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我们就会把它插入一个二极管 这个二极管 英文叫Diode 它的形状就像这个 这一片是IN60的二极管 你注意有一片是比较黑色 有一条尖的 用回这里 这样薄法就可以了 最后 就会有一个电阻 电阻的形状 就像这个 这个是100Km的电阻 一定要有这个电阻 晶体热室才会响 否则没有了晶体热室 因为一些电荷的缘故 是响不到的 最后 它就有一个 用来插晶体耳塞 这个插座 是很简单的 单声耳筒的插座 3.5mm MonoJet 当我们组合了所有零件 根据这个线路图 将它行截完笔 便会变成这样 这个就是电容 这个就是线圈 这里面的二极管 IN60 这个100Km的电阻 和这个耳机的插座 本来这两条线 分别 我们拼了出来的 就是一条天线和地线 橙色这一条 就是隔天线的部分 黑色这一条就是隔地线的部分 黑色这一条就是隔地线的部分 黑色这一条就是隔水后 橙色这一条可以隔一些超过20米以上长度的一些普通的线 像这一架线一样 将它拉长20米 如果是住得高空的 没有遮挡的 就可以放在窗下面 但注意我们拼的时候 天线为了防止雷击 一定要用一个电容拼上去 这个电容不会减低收音机的灵敏度或者声音 但可以防止有触电雷击的危险 上次说到我们弄这个抗拾机弄好了之后 我们如何利用它呢 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利用我们普通PC电脑上面有抗音的抗音喇叭 比如这一个这样 这个就是抗音喇叭 我只要把它用来插进PC电脑的插座 将它插进这一部抗拾机 它就会出到声音了 我可以转台 拆掉它 然后就无声了 除了这个方法 我们还可以用我们之前上一集讲的晶体耳塞 可以插进去听 这个音量就会小一点 先插进晶体耳塞 可以听的了 我听得很清楚 因为晶体耳塞伸入耳朵里面 所以我未必可以播到给大家听 试试试试 应该是听不到声 应该是听不到声 因为音量小 但我在耳朵里面仍然很清晰的听到 有时甚至乎会太响 好 这是第二种方法 用晶体耳塞 第三种方法 比较麻烦些 就是利用一个火牛 一个220W转3W的火牛 例如这个 这一边是3W的 这里就是3W 然后另外一边是220W 这里和这里就是220W 那我们怎么用呢 首先我们找一个普通的PC的喇叭 就是这个 我们接了它的正极和负极 这个是8音的PC喇叭 是没有抗音功能 那我们怎么利用它呢 将它的红黑利极 首先放到3W那边 那我们放到这里 3W 那就没有分的了 正负极 调转波都可以 好 然后另外一边呢 220W那边呢 我们就 放到我们的插座那边 这边呢 这边呢 记住220W的边 放到这个插座 那我们将它 把它 换了去 由蒸体耳塞炆出来 然后换到这个火牛 那我们就放到这个火牛 然后另一边呢 是放着这个喇叭 整个设置就是这样 这个抗石三机 这个耳机 这个耳机 放到火牛的220W 然后3W部分 放到喇叭 那又应该会听到声 让我试一下 除了用来拨喇叭 刚才那个方法 利用这个220W的火牛 还可以用来拨一个普通Hifi的 耳机的 譬如这个 耳机 那都一样会听到声 好 到此为止 到此为止 我可以用来拨打开 我可以用来拨打破 你拨打破